农历八月,月圆人团圆的中秋佳节 槟城的金月小坡同修们于2023年9月24日这一天 承邀长辈及家人出席安排在W Life Cafe的孝亲敬老宿宴 这次的安排主要是表达对于长辈们的敬爱之心 父母的养育之恩,我们凝集在心 今天的午宴开始前,同修们用鼎礼的方式把恭敬的心表达出来 百善孝为先,家和万事心 我们希望把爱的教育传达给下一代和身边更多的人 让这个世界充满温情 感谢观看 另外,乘着个团聚的姻缘 同修真美代表献上一份承载了珍贵祝福的礼物 给将要离乡上大学的永俭同修 以是尊重和感恩的心 我们大家都一起下跪随喜 那一切祝福呢,祝福你 选业,学生会 一切胜利,勇敢地面对求求的人是我 祝福你 祝福的小弟,学生会 这里呢,其实我们 Uncle and Auntie在外国,在外国的 在外国的,还并成的Uncle and Auntie 也是有包一包红包 一张卡 祝福你要进大学了 学院本纪 突破自己 要认真地学习 用心 这是祝福你的 也希望你在大学这边 好好地学习 大家好 我叫永坚 我非常感激 这份来自 班爹与叔叔阿姨们的祝福 然后呢 我也很庆幸 为了这个姻缘 能在这里认识到大家 我 会发誓 不会辜负 班爹与叔叔阿姨们 对我的期望 我会在大学里面 争取向上 努力学习 杀毒杀毒杀毒 用餐碰 没有刻意的安排 很多同修 纷纷勇敢 自动走到前面 把心中对父母的爱 表达出来 以下 让我们来听听 同修们心里的话 大家一下我好 今天打算 我有打电话 联络班爹 班爹很随喜 展开 我们今天 所做的感恩 孝心敬老 处宴 很特别的一个 美好的 教育 把这个教育带出来 我想自己分享的就是 现在的孩子 很不懂得珍惜 他所谓的不懂得珍惜是怎样 好像有时候对父母 对父母 他们就觉得父母理所当然要做给他们的 所以有时候就会对父母 发脾气 把气丢出来 觉得爸爸妈妈一定要做给我 可是 不会去珍惜那一生 今天这个 我想分享的就是第一次 本子那一个表演的是因为 第一次顶礼摸爸爸妈妈的脚 平常如果我们顶礼都 一年顶礼一次 很多人会不会这样子 有一年顶礼一次 还是从来都没有顶过父母 嗯 我们都 因为以前的我们的祖先 都没有把这个教育带下来 所以 这个很 这个爱的教育是 非常很值得我们去学习啊 我们可以 把这一个以后这个美好的回忆 都今天的回忆就 我们爸爸妈妈妈妈妈 今年69岁了 第一次顶礼 我的这个 康福 也能讲一点 顶礼 妈妈妈 说妈妈 这个 这个也是我第一次向我的越富夜母 顶礼 然后 搭我的 mentally 嗯 对 平常 平常我病人都这样子做 然后做父母也没有教导我们 你自己都教导我们 对 所以我会把这个所谓的美德 然后把它记起来 然后能的话我会尽量把它 回去可以定理自己的父母 自己的父母 我觉得今天的活动是非常有意义来的 很好的爱的教育 爱的教育 然后今天的这个记录 今天的这个记录记下来以后 我们的孩子也可以看到 可能他们这个都可以很好的学习 因为很好的视频记载下来 他们会觉得在看的时候 把我拿一个麦克风来讲讲话 所以大家真的要珍惜 此刻我们父母都这样 我们这样大恶 我们可能会给父母什么 所以 我们要珍惜 珍惜这一三年 我们啊活人啊 不是活人啊 但我们很好 很少对父母讲 爸爸妈妈我爱你 我也是很少讲的 我们今天要跟爸爸妈妈讲 爸爸妈妈 爸爸妈妈我爱你 祝福你们健康 即将 即乐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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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 我的大学同学 立盈的父母亲 也是很久没有见面的 也是会来参加今天 我们这个很有意义的一个 肯定的日子 还有也是看到树芬 和妈妈也是跟我们一起参与 我很高兴 他们有机会跟我们一起参与 听到我们呢 今天的分享 其实我呢 我想分享就是 我是一个很硬的人 我头脑是 想踏上一般般的 其实呢 当我认识到了班底的时候 我非常感激班底 从班底还没有出家前 直到班底出家 我都跟着班底的身边 学佛 而且班底让我看到我的很多问题 其中一个就是 我的人很硬 为什么我会讲这个硬呢 是因为我想到 我的硬对我的父母亲 我身为一个大儿子 我在中学的时候想说 这个家庭我要坑下来 因为这个是我的责任 就是 努力读书啊 如果有找一份好的工作 就是 照顾家庭嘛 就是以一种比较 material 比较经济的方式 去回报我的父母亲 我不是一个坏孩子 我也不是一个很好孩子 不是坏孩子 是因为 我有一个责任性 我不是一个很好孩子 就是因为 我不知道怎么去表达 我对我父亲的爱 直到我认识到班底 然后 还有认识到同修 因为 我开始来冰城的时候 我觉得 冰城的同修 他那时候还不是同修 是朋友 我觉得怪怪的 因为每个人讲话 好像有点对我来说了 有点娘娘讲 因为我们马上讲 人讲话很大声 不过我慢慢看到说 因为这一般的朋友是很真诚 他们心是哪心出来的 当然我也是认识其他的朋友 我可以比较 朋友对朋友的真诚心 不说他们不好 是我们那个真诚 真诚的心 尤其是认识到 班底 好像素芬啊 过后就认识到 真眉 素芬啊 求救他们全部 还有我们其他一些 就慢慢的 我是看到说 怎么样去用一个比较 软的方式去表达 当然我这个人 对我来讲软的方式 对我来讲很辛苦 我知道 在 记得 哪一年忘了 就是新年嘛 我们就有拍那个video 鼎礼父母亲 那个时候 我有点担心说 哎 我的父母会不会接受 因为我们不习惯嘛 我们要表达我们 不习惯 而且又是鼎礼 对我们来讲很不习惯 而且我又要去引导 我的家人 我姐姐 我妹妹弟弟他们 我不想到说 他们要不要跟我们一起 我就开口说 我们来做这个鼎礼 孝敬父母亲 在新年嘛 大家穿红衣 他们就跟我一起做 那个鼎礼 我的姐姐 对不起 第一是我姐姐她们没有鼎礼 不然看到她们是有女人的 然后第二年 他们就跟我一起鼎礼 然后接下来 我的姐姐 引导她的女儿 一起鼎礼 这样子 所以我慢慢看到说 对父母亲的爱 不是只是那一种 责任心 责任这样子 去表达 她需要表达出来 然后要让她们知道 我们对她们的爱 这个对我们父母亲 是有影响的 他们一定有去思考 对我们自己也是有影响 就是我个人的案件就是 我不敢讲我已经很软 是我稍微会用一个揉的方式 去做事情 去思考 这样子 所以这一个呢 我们要非常感激 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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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的感想 谢谢大家 爸爸妈妈 我爱你 我爱你 在这里 在这里跟我们一起 一起 然后 还有天天 听你 父母 特别的同学 是特别的意义 我相信我父母也可以感受到 那种 真正的心 然后 我想着想的是 我没有修行自己 我觉得我真的是 不会有这种的心 还是有想要做这个事情 其实 当没有见到团队的时候 没有事情的时候 我是很很很生气 我的父母的 真的是很生气 因为她们 我觉得她们不够爱我 不够时间陪我做一戏 然后 就是那 其实 不够 就有 比较容易 然后 可以体谅父母 还有 真的是有 唱诚的心 对她们 我觉得 修行真的是很好 所以我一直都想 分享给家人 真的是很感激 父母也 最近 愿意 他们已经退休了 退休了 可以跟我去残院 守八戒 真的是 我真的 很感激 其实 我父母真的是 就是 以前 因为时间 要做好 这一些 然后 我从小到现在 我真的是 financially 真的是 没有 有 有困难 就是 我们不是很有钱 但是 就是 可以 过 我真的是很感激 给我的 这一些 然后 他们真的是 我父母真的是 真的是 try to provide 对 对 妈妈 是 很感激 所以我都很感激 妈妈都很感激 妈妈都很感激 然后 然后 真的是很想在这边跟 你呢 真的是 好像瑞汝 刚才讲的 我和花人很少掉 我觉得很 就是很需要的 因为 虽然 他们是很爱我 我们也爱他们 但是如果 我们 我有表 然后 这个是 有可能就是少一些东西 所以 我 在这个的社会 这个机会更好 爹地我可以讲 I love you 我可以带你 对 对 好 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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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来说 要叫我的妈妈过来的 可是我妈妈因为 家里没有人 她要守着她的家 所以有过来 妈妈要跟 Pante讲 很感恩 Pante的邀请 可是 她不能来 就是 下次有机会的时候 她一定要见Pante 然后 我觉得 今天的 场面 这个什么 这个 哎 今年 真的很感恩 其实 这个满动 可以让我们 彼此之间 但是 我们是没做两个的 跟自己的母亲 有更多的交流 然后 然后 把心里不敢表达的 惊动的话 表达出来 就是 我爸爸在 MCL之前 就往生了 他往生的时候 是走得很突然的 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没有交代 所以 我觉得 我们都要珍惜 安向 所以 真的是 哇 我就 想到 要好好的 跟妈妈 沟通 然后 每一次我 去那里 我都会 打电话 联络我的妈妈 跟我妈妈交代 因为 最好的方法 就是 让我的妈妈安心 她不用担心我们 就是 每一天 我都会打电话回家 跟妈妈交代 所以我想 趁这个 这个 这个 孝晴烟 跟我的 妈妈 讲 妈妈我爱你 对 沙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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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各位 同学 大家好 各位 大家好 大家好 好 谢谢 我想 借 这个 机会 感谢 我妈妈 虽然说 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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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之前 我是 才开始跟我妈妈有更多的聊天 在 这个 之前呢 其实我跟我妈妈是很少聊天 就是因为我是在 北海 我妈妈都会平成 然后可能她每个月才看我一次 所以我跟她 我跟妈妈很少聊天 很少聊天 然后 然后就是 呃 我从 六年开始 我就没有了不起 然后 现在 就是 我妈妈也是要在平成做工 然后现在我是在北海 住个婆婆 所以我婆婆可以讲 是我的第二个妈妈 因为她也是照顾我 我想多大 所以 我也是谢谢 谢谢我的 婆婆 有什么要跟妈妈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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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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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祝福你们 祝福你们 身心安康 我会更加 展开和成熟 更加有能力去照顾你们 杀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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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毒杀毒杀毒 杀毒杀毒杀毒 杀毒杀毒 大家好 大家好 好 好 ok好 嗯 所以我现在只是想要提几点 第一是 学佛过后呢 我从一个很硬很初心的性格 然后改变 然后会愿意学习我自己不擅长 不愿意做的东西 就是烹饪 一下来我很不喜欢 很让 觉得是很浪费时间 不过在实习的过程中 为了表现对母亲的爱 愿意花了时间去学习 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东西 然后去煮 让妈妈吃得很好 因为 是小时 所以我妈妈已经去世 然后母亲就陪伴我们三个 兄弟姐妹护养我们长大 所以妈妈的付出是 是 很难 有预言表达的 年轻小的时候 母亲有什么是自己扛 然后 我会在后面支持母亲 嗯 虽然说 不能帮她什么 不共是没家庭的大姐 我会妈妈在后面支持妈妈 所以 妈妈老了 嗯 是时候 我为妈妈 做一些 让妈妈感到安慰 让她的晚年 很想的度过 最重要的是 实修过后 从反对的教育里 我指导说 我们 最 最好的回报 就是 让父母一起去听法 行善 做善法 让父母有平静的晚年 让他们有制造天人的业 那他们在晚年的时候 很平静 啊 休息 然后 嗯 未来的医院 会是更好 啊 这个是我觉得 我现在 在学习做的 然后 叮离父母呢 叮离妈妈 嗯 是 我有开始做 然后引导 明明也会跟着我 一起做 然后还记得 第一次帮妈妈洗脚的时候 妈妈很尴尬 然后 我还是硬硬的去抓着妈妈的脚 嗯 嗯 后来 我是觉得 妈妈也是 嗯 蛮享受的 嗯 嗯 我要讲的是 因为父母他们是 比较老一辈 所以有很多事情 他们不擅长表达 这类子女的我们呢 啊 一定要很有耐心 而且能 啊 会不断的去鼓励他们 啊 让他们能够接受 这种新的方式 或是 他们以往父母 没有 啊 给予他们的 呃 表示爱的方式 然后 他们会感到 啊 很温暖 虽然他们没有表达出来 啊 这个是 我觉得 我能够做的 啊 然后 呃 是有一个遗憾是 啊 啊 父亲比较早去世 所以没有办法 引导到啊 啊 父亲一起跟我们 行善啊 啊 做善法 好 然后妈妈会 二十六跟我们一起 静坐和面妹啊 啊 静休 所以我觉得啊 啊 我们很幸福 能够就是到 旁边一起 学佛 学修 学证 啊 现在想着 妈妈有什么东西要讲吗 谢谢大家 好的 三度三 啊 妈妈玩 好 谢谢 谢谢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 要请敬堡 树烟 今天我很开心 我跟妈妈一起来的 图形 各式的 书院 因为啊 这是我第一次 有听给妈妈 然后 我跟妈妈 讲了一些 很多很多 很开心 的话 嗯 嗯 我相信妈妈也是很感动 也很开心 然后 嗯 嗯 我觉得一直以来 嗯 嗯 我对我妈妈 有一个很深 这个图形 就是 嗯 嗯 因为可能 她本身 自己的那个 人生家 体育的 教育 然后 不容 这个教育也是 嗯 一直跟着上一代的教育 来教育很多人 所以 她 这个教育 是我 所不能够接受的 然后 不是 经过 安排很多很多 一些的 嗯 教导 还有 语导 我 我 我接见了 就有那个 误解了 也解采了 我 我相信每个 天生的妈妈 都是这样的 或者 也是 啊 天生的病人的心 都是因为那个 就是很大 也解采了我 只是 有时候 真的不会表达 很明星的这个爱 嗯 就像我 也是 出当地 回来的 三个孩子 我非常的爱 我的爱呢 呃 嗯 我爱你 嗯 我爱你 我爱你 行啦 我照遗传哪里来聊 哈哈 哈哈 我爱你 ok OK 为什么要不来 想要对爸爸妈妈讲什么 感谢父母 怎样感谢 怎样感谢 你刚才有顶礼吗 刚才有顶礼爸爸妈妈吗 有 感觉怎样 你第一次顶礼吗 第一次 开心 心里感觉怎样 开心 开心 好啊 这样有什么要求不过爸爸妈妈的吗 用心的讲 用心的讲 你先放正常 和妈妈跟你在一起 对 听干什么 刚才叔叔叔有讲 然后你自己觉得 你自己不好吗 为什么我们要顶礼父母呢 你懂吗 感恩父母 感恩他们的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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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想要讲什么吗 姐姐 姐姐有准备 讲明词也可以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书 大家好 下午好 我叫书 珟妮 如果你还没问题 哈 OSO 妈妈 我爱你 请 不 blank 来 妈妈有什么要讲吗 大家下午好 我是茶咖啡 今天我也很感谢郭先生 愿意陪同我一起来这个很特别的节目 然后 也很惊喜 会有这样子的安排 孩子啊 惊喜父母 然后就可以教育到他们 会年轻长回这样子 希望他们会有这样子的教育 然后会来咯 爸爸有什么要讲啊 爸爸有什么要讲啊 我是沛云 这是我妈妈雅固 今天这个 感孝勤敬劳 是沛云 首先我要感谢感恩 班队给我们的 教育 班队的教育 让我们可以用在日常生活中 而这个孝庆敬劳 然后苏妍 今天特别感受 感受很深 像妈妈 还有明月爱雨 然后还有几位 老人家跟着我们一起去 做公养 早上的公养是昨天晚上就准备了 然后早上的公养去了三间寺庙 然后还有去参加人士 和这个老人宴做布施 这些都是东队用来教导我们的 今天 在这里 Live campaign这里 看到大家进来的时候 都 鼎礼父母 其实这个鼎礼父母 每一次 如果 鼎礼妈妈的时候 摸到妈妈的脚 那个心是很参动的 很感触的 哇 今天 妈妈算是 和我一起修行 我们一起算是同修 嗯 还有就是 我在这里和 其他长辈 拍照 涂了 摸着他们拍照 笑得很开心 我也能够感受到 老人家的那种 力量 传达过来我的身体这里 我可以感受到他们是很开心 很开心 他们脸上是笑着 语言上是 没有表达出来 可是你可以感受到的 我不知道其他朋友 有没有这样的感受 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份爱 这样美丽的爱 传下去 教育我们的下一代 我们的孩子 我们的孙子 这个世界 就是多了这些好人 我希望 我希望今天的这个 除了邻里 父母亲之外 大家回去深思一下 我们还有什么 能够感到我们的风景 我最大的遗憾就是 我的爸爸去世 没有 这个机会 和我们一起修行 是难得吗 还有这个福报 我和他一起 在 每天上早课 听 二十六打坐 听法 这个音缘 我真的很感兴奋 这个改变了我和妈妈的 之间的 关系 还有我们更加 自己主义的 那个关系 更加深入的 今天妈妈也是有这个感受 当妈妈给我祝福的时候 我是很开心的 妈妈 我爱你 这样 我都没有讲过 在大众面前讲过 在其他人面前讲过 我没有 今天 我在大家的面前 就讲 妈妈 我很爱你 很爱你 谢谢你 今天 我来参加 下期的那个 大家就在一起吃饭的 很机会 我很开心 我也很感动 大家 拍自己的 亲戚来 一直享受 这是一个人生的过程 我也希望 自己的 那些儿女们 孙子们 好好的教训 好人家 所剩下来的一个教导 好好的维护个家庭 我们最重要的 形式上是一种 叫做金钟 心中鱼 又是一个教室的一个形式 所以我们做人要有一种 道德 我们的想法 做的时候 要 心对土 土做出来的时候 要对着心 记住 我 我也希望 天下的父母亲 都是一样的 可以顾自己的女儿 我也很烈 我配予 这样的 教训我 有 务必的 概念 其他的事情 他什么东西都做到很难的 什么都安排到给我 爱心 我也希望 天下的儿女们 你们要好好的对待自己的父母亲 将来我们也是会老的 你要想到 现在的父母亲的样子 你要想过来 将来我的样子 也好像我的父母亲不一样 所以 这个教室的形式 我们 这个教导 要 让地主 家庭是一个 温暖的 对我来的 我们好好的 尊重 父母亲 方面 大家要尊重来 对自己 不要使出 都是一个 淘汰的 整样的人生 不要 我们要尊重对方 所做的东西 所做的东西 最后你要体谅对方的 有什么不对的 大家要盘牌的 做出来 我希望天下的 父亲们好好的 大家不想爱护 尊重家庭的教育 对待儿女 儿女虽然小 我们也要教导到 不是说 他小我们不教 不可以的 这个是我们中国的 一种教导的方式 我们一定要学到 教导我们的好的儿子 将来 我们是一个 幸福的一个大家 谢谢你们 我只想到这边 说 不懂得讲话 杀德杀德杀德 杀德杀德 大家好 我是沛青 很遗憾的 无法把孩子带在身边 参与这么有意义 那么有神度的活动 看到这个上法 是很值得赞叹的 当我看到同学们 很真诚的下跪 而他们的父母 很真诚的给 他们祝福的时候 自己的心是很感动的 有几次也流下了眼泪 我看到了 近月小博的老人 都很幸福 他们能修行 也能聚在一起 一起参谈一番 我看到了 同学们把爱说出来 那种感动 知情是愚然而生 整个场面是很温馨的 我在想 几时我的父母 才有机会 可以参与 这么有意义的活动呢 而我在年老的时候 是否有姻缘 可以和一群老人 参与这么有意义的活动呢 我感到十分的 的温馨 自己真的很感谢 班队一直鼓励我们 要好好孝敬父母 把爱大声说出来 感恩今天所有的 一切的姻缘 感恩所有的安排 让一切都是 但是在这么法喜中 缘满的结束 sardu sardu 他们是比较爱谁的 爸爸 叫他们说 我爸爸妈妈呢 之前呢 他们是叫鼓勾部 同源 妈妈是为助智 然后爸爸是叫医 所以每天都奔包忙碌 把我们四个兄弟姐妹要带到 所以今天拖Batei的福 在这一天的校庆敬老的一天 我要借此机会感恩我的父母亲 因为他们都很幸福的 把我们四个兄弟姐妹都带到 所以因为现在我过着各自的生活 我跟芒哥的很少机会遇到 虽然我住在槟城 父母亲在大山脚 都很少去找他们 对吗 所以我要借此机会 感谢我的妈妈 我的爸爸 辛苦的把我们四个兄弟姐妹的养大 感恩你们 OK 走吗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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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度 三度 谢谢大家 谢谢 大家好 昨天去了祭司之家 突然发现自己很幸福 拥有一扇可以走路的脚 四肢健全 可以自由活动 这都要感谢我的父母 寄予我 这样的一副健康神经 感恩 我的名字 大家好 我是戴士兵成的瑞宜 经过昨天去了残障人士中心后 当我看到他们的四肢不健全 无法正常行走时 我突然感慨 原来拥有一具健康的身体和完美的四肢 也是一种平凡的幸福 这一切都要归功于我的父母 谢谢他们帮我 扶养长大 辛辛苦苦 教导我 让我在成长的路上无忧无虑 虽然现在我还是会气他们 就在昨天的时候 还早上还气了爸爸一顿 但是我还是很大道歉 因为我觉得 神气爸爸是不对的行为 今天孝敬敬老书宴 什么是孝敬的 应该大家在座的人都知道什么是孝敬 坐在里面的是我的家伙 我已经是没有跟我亲爱的 所以我从来 我一天到长述我要感谢班队一直以来的领导 妖兰 我今天根本没有勇气 也没有信心站在这里跟大家分享 其实在佛的心里 我就常常说我这个时间的缘故 我很庆幸 虽然我已经是没有 妈妈妈妈 但是我很庆幸我活到这半年期 我还有一个很火的家伙 其实 人 很多人 佛系之间的感情是怎样 其实佛系之间的感情是自己 当然在我们的相处之下 肯定会有摩擦 但是也因为有摩擦 更加认识体质的机器 然后更加的修补自己 之间的感情 我到今天我会跟大家分享一次 我每天都很快乐 因为 我产生到 我有妈妈的感觉 就是每天都找客 我一定会在家 每天都找客 我家伙都会准备水果给我吃 这个是我大 今天为止 我都 我不知道要怎么做 虽然只是 一块的火瓜 但是 我讲 有时候我讲不错 但是我内心是 真的是反正 但就是妈妈 也是很感恩 在大便的引导之下 所以我从来 也没有说 敢在 这么大行动之下 讲错 所以 我唯一能做的就是 妈妈 我真的 也就是如 被你所说的 很有事不敢讲 什么东西都是 都藏在心里 难道有这次的因缘 我有种得再次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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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你 其实要补起这个勇气 是需要去摩念的 也是要皮质的 呃 怎样 中部状 中部状 呃 没有难过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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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这个好媳妇 你吃给我们吃好的东西 哈哈哈哈 所以呢 学到了 如果有这样的话 不要多买东西 哈哈哈 好媳妇 其实呢 人与人之间呢 真的是要反处的 不是 不是说 哦 啊 就好像你吃饭店的法 东西或者是东西 都是炖出来的 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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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真的是需要 教训他们 不要弄到他 不要 好像导致到 父母亲有事情的时候才说 嗯 抱歉 啊 在你什么什么的时候 我不能在你身边 为什么 就很像 我就是常文宿人在讲一句是说 为什么 我们什么事情忙啊忙啊 为什么要等到妈妈临终 或者是父母亲临终的时候 我们才可以回来呢 你们有没有想到这个问题 其实这个是值得大家去深思的 不要弄到最后一分钟的时候 才说 妈对不起我回来完了 爸对不起我回来完了 那已经是不可弥补的一个错 错失的人生中的一个机会 所以这样还没有结束之前 我真的希望 你们在座的每一位 如果有父母亲还健在的话 我希望你们记得今天 你们的意义是什么 今天我们的书院是什么 那你们就看下孝敬敬早书院 是不是孝敬敬早 就是由我们孝敬我们的父母 对不起 孝敬 我真的希望每分的疫情 我真的會很去 不管是我真的太厲害 我真的很用心在去 妳經營這個獎集 我會用我的全心全意 去 一起 用心地在修行的那路上 越修越勇 希望我們越來越好 班弟謝謝妳邀請我 我真的很感動 因為我從來沒有 去過這種這樣的行動 他們對他們的父母真的是很孝順 我真的有時候聽到他們講話 我的眼淚差不多要掉下來 我真的很感激妳 我其實學習很多事情 因為我會在主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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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在主場上 我會在主場上 他們全部都在笑 and know how to孝顺他们的父母 还有那个东西也很好吃 在苏宣也是听到很多很多很好的故事 所以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我认为我们要做更多的事 因为我感觉到其实很好的给人年轻人 at least they know they see they can feel that how they how to孝顺 their parents and all this Thank you for inviting me and I appreciate very much I hope I can see you very soon 孝清敬老素艳的尾声 我们感恩收到由Badubaha的同修 发过来当天在禅院午餐供养后 向敬祝长老请法的视频 我们即刻播放给出席的同修们 共享法喜 最后一起跟随回向功德 大家好 我是Yudi 今天我在德里根群组 看到同修们分享的一篇短讯 写着我期待今天下午的孝清敬老素实验 相信这会是一个温馨的聚会 愿我们能把爱心和感恩之情 表达给我们最亲的人 同修们都很用心的筹备 我们也会把今天拍到的影片和视频 做成三个不一样的影片 请大家敬请期待 蓝队就是我看了这个同修们团来的短讯 想请问为什么会在今天 举办这个素实验呢 其实在槟城呢 他们每一个星期六都有准备食物来供养 星期日早上呢 早课过后 他们在槟城的人都会拿食物去 到场供养 有时候也会送给有缘人 他们曾经也会拿素食过去 实际那边给那边的工作人员吃 要把一个星完完全全的打开 它不是用文字 还是用语言的分享 它需要亲力亲为 你真的有去做了 你的感觉 你是不一样的 你的体会领悟是不一样的 走进2024年了 当我们慢慢走走走走到今天 在6月过后 今年2023的6月 走到9月 再慢慢走10月 11月 12月 很多因缘一直变 在2024年 2025年过后 不是每个人会很喜欢老人家 像现在你们的年纪 你们能看到阿公阿嬷 你们还可以交流 可是你们要知道以后你们的小孩 以后的年轻人不一定会很喜欢 跟你们这一批老人家交流 所以从 这一群在家居舍姻缘里 我这个出家只能做到的是不断的鼓励他们有亲力亲为 像他们反正都有星期六煮东西 那就希望他们星期日也去供养的时候 趁9月24号的因缘 看他们能不能有一个尊敬老人家的因缘 带家里的老人家出来 去做点善法 去老人院啊 慈祭 慈祭的地方 然后还去禅废院 同时带老人家去吃一餐 让很多年轻人看到我们还可以用很多的因缘去 行动上去爱 用心的去爱那个老人家 而且是教育的 那个爱是具备教育的 当你们有这么做的时候 很多年轻人像你们就看得到了 等到今天你们看到他们的video 你们就看得到 现在年轻人还是这么做 现在还可以顶于父母 这爸爸妈妈还在 有一些人当我看到祖华可以去触碰他妈妈的脚 现在的人还会碰触自己父母的脚来顶领 所以那种很真实的东西从每一个人的内心表达出来 而不是镜头 而不是为了面子的 行动的去做 它可以让我们的心很真实的打开 所以今天的一元9月24号也是蛮特别的 当然也是要配合到大家愿意的圆满 所以今天他们除了去寺庙供养 他们也把蛋糕呢 送给老人宴 把蛋糕呢 送给产费机构 我相信那个蛋糕的老板也会很随喜 那过后他们会去素食馆 去让每个老人家得到用餐 相信他们会圆满的很好 然后呢 他们也会祝福一个在家居室的儿子 很棒的一个小孩 然后他们会去祝福这个小孩 因为这个小孩不久后要去马六甲读书了 永简 也会让永简看到 一个年轻人 19岁 他可以开始 学到不一样的东西 而且是可以把法很自然的活用在 自己的生活上 证明他们还会安排 给老人家一份礼物在书圈 因为其实要鼓励老人家 也除以食物也好 平时都可以吃到素食 方便的素食也好吃的素食 所以他们的姻缘 今天9月24号2023年 这样的日子 相信他是一个很爱得到的教育 也是要每个人懂得种对的因 因为我们知道因果因果 你做对的东西 它有对的果实在后面 现在我们只能透过一个小小的因缘 我们把真正的道德教育活用 在这个环境这个地球 有一些人欣赏 有些人看了就忘记 可是相信不会不喜欢 不会不喜欢 那些开心的人 他们会把这个因缘变得更大 Vanti不想要出名 所以我们只把一个教育上 Vanti今天分享给你这个Yoki 分享给Alvin 分享给永简 分享给Vicky 今天有余星 以后 有个人以后你们觉得这个感觉不错 你们可以分享给你们的朋友 你们的家人 因为家人觉得不错 他们再分享出去 只要我们有分享到我们的范围 我们在中间 你们还是安全 所以只希望说每个人的心会慢慢的打开 因为接下来呢 很多人会有犹豫症 像你的分享 十个人里面有六个人会有犹豫症 以前是生病死亡 很多人接下来会寻求短见的死亡 所以每个人的思想已经打结了 已经打结了 很多人会封闭他们自己的思想 一封闭完了 要走出来是很不容易的 所以要帮这种人走出来 要帮很多人避免去封闭 有时候Vanti还要想尽办法去 去很正直很直接的去整对他们的问题 那应把他们打开 应处理 应处理把他们拉开 所以 有时候 有一些人不喜欢 可是没有办法 今天 如果这里可以帮 像你们这里有六个人 六个人对吧 六个人 其中一个有问题 如果是Vanti帮 Vanti帮Vanti打开 你们全部看到怎么帮人再打开 那你觉得 你们的生活上有没有卡住的人 有吗Yoki 那 你看到Vanti怎么打开的时候 你会不会用Vanti的方法去帮别人打开 会 嗯 我们也只能透过这样的教育 如果Vanti要出名 你可以来 Vanti再给很多很多的课程 是可以吗 可以 可是出名 不需要 如果 说明呢 就不能用功了 不能再继续进步了 但是如果 有 人家看到这个方式的时候 如果聪明的人 有想帮人自己 会去用这个方式去帮自己 帮自己生的人 这样才是可以有更大的帮助 我觉得 那个心很重要 如果你的心是紧绷的 他处理东西都是紧绷 但你的心是开的善良的 他的心是开的善良的 那 要帮人的人 要这样开 善良 可是你要用这种心去学习啊 也不能用这 我 我是善良的 可是我学习的心是这样 不能吗 我要是善良的 我学东西的心也是开的 那我跟人家讲话的时候 是这样的 我的日常生活也是这样的 我的头脑想东西也是这样的 行为动作 内心的世界也是这样的 如果你可以这样生活的时候 你是个人是很心安自三的 今天的因缘是 是真的是 使用你的扭中对的意 而且做要做事情呢 要从一开始到结尾 他都是圆满的 他都是好的 不要说 有很多问题出来 像今天我要带我的爸爸妈妈去吃 让我们吃回家 见钟有时候为了一道菜吵架 为了跟韦德吵架 为了那一餐 讲话不爽 为了塞车吵架 为什么我们要做见钟出现很多差距呢 今天我要结婚 我从打算结婚到结婚那一天 为了拍照也吵架 为了婚纱吵架 为了安排素食馆吵架 为了跟爸爸妈妈安排婚礼吵架 为了累了装修物质吵架 然后从一开始到结尾很多的吵架 那个吵架是不需要的 如果当我们要做一样东西 到结尾一定要想办法是没有的 所以见钟要怎么去妥协和引导 引导和妥协 妥协和引导 引导和妥协 他全部有爱的教育 不是那个妥协了 就是 哎呀你出钱就给你赚了 不是 他有爱的教育 我要跟我的太太 我要跟我的老公有很好的交流 有一个很好的交流 然后有公司 我要让他从第一点开始到结尾的那一点都是好的 从我出生的开始我不懂 我就一岁两岁三岁到二十多岁 有可能很多错误的东西出来 在你们到十多岁 可是知道过后 我们尽量在我们从现在开始到死亡的那一天 有很多的卡住的地方 我们要避免 因为就是这个卡住卡住卡住 导致我们吵架 导致我们忧郁症 导致我们得到躁郁症 导致我们人生很不快乐 导致很多人寻短见 如果这些人 他的心可以打开 他有被引导打坐 心打开 善法 愿意供养他的父母 对父母孩子 女儿夫妻 爸爸妈妈兄弟姐妹的姻缘好朋友 都是这样 他头脑想东西 打坐 引导 打开 他的身体力行 很吵架 打开 我跟我不属 我的女朋友有吵架 打开 哦 特别赖 特别赖 不爽 要骂架了 打开 这很多时候我们用水佛念 此心观 打坐 看灯 高山流水的音乐 让我们的心 我们的头脑 我们的身体可以打开 今天姻缘也希望 今天姻缘也希望 希望透过他们的姻缘 他们可以圆满的更好 也可以把这更好的教育 分享给大家 你们等下看到那些video 看有过 你再跟Manty说 好吗 还有什么吗 没有Manty 遗憾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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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红星 可是半天有二杂 我们将功德回赏给 所有的亲人和自己 随着念 遗憾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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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面相由 们也是 他orge有什么 求你们 区彦 原来 他们的意识 目 nest 口 下去 Badzaiyung Hodu Mamang BunyaBhagam Sabah Satanam Dema Sabisata SukiHontu Sa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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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市民 市民集中在哪里 市民集中在哪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